来了,兄弟们,欢迎来到我们零刻创灯S9的第17视频,我是小佩玛德罗 没错,首先还是我们昨天的片赞,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零刻创灯地区福德系列,千万不要离开免费的赞 常常朋友小小小小,小手指,买个点赞,对我们都是巨大巨大的支持,感谢大家 哎呀,先给大家看一眼我们这两天的出货,有两张 不错吧,一张小铝布加一颗宏度,一张小蚊筹拆了一个破阵催肩 我们玩了9个赛季了,竟然没有来过蚊筹,没有来过孙策,很难受 需要孙策换的,世界战法有很多,一个都换不了,很烦 很烦,但是没关系啊,好的开始啊,好的开始 哎,这就有一个现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到 就是这个卡呢,就是你越玩什么这种,它越会来什么卡 就好比我们上了个赛季,刚开始玩张角,对吧 它上了赛季,就给我们来一张鱼籍,让我们组了一个三线 那这个赛季呢,我们从一赛季之后第一次说要玩吕布 它又给我来一张吕布,对吧 我们之前有两张吕布,都是一赛季刚开始的第一张5加1和第二张5加1,全是吕布 之后的一年多的,一年半多的时间啊,就再也没来过吕布 现在又来了,给大家看一眼,能不能战胜对手 所以这个现象很神奇啊,不知道是真有 还是叫做幸存者偏差,能不能连连池两,我操 坏了,被人干,干挺了,快跑 我操,这就是船中的等风熊吗,有点东西我操 快跑兄弟们,打不过了 打不过了,快跑 五雷没发动啊,有点难受 问题不大 有输有赢才正常嘛,一直赢 有点说不过去啊 有点说不过去 给大家看一眼,排行 又进一步啊,第七名 还有五天,对吧 赛季中期结算 赛季中期结算,我们混个前三十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讲道理 对吧 赛季中期结算混个前三十 然后赛季末 就算不玩,混个前两百也没什么问题啊 所以这个,这个赛季霸业 应该是有了啊 啊,对了啊 兄弟们有说想看一眼我们的这个 叫什么玩意儿六维的 没问题啊 这个优势局啊 优势局工程就拉满 对吧,拆除占领什么的都还行 战功一般化吧 还有想看什么呢 对,想看我们的二三队的啊 没问题啊 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 第一队就是这个样啊 这个样,给大家看看装备啊 装备也能看都能看 有啥不能看都能看 天功啊 天功啊 沉重 沉重 雄姿啊 然后 齐宝 悠悠啊 刚毅 啊 没有 祈祷 齐门 遜急 忍让 啊 符咒 好吧 第一队 第二队呢 阵容就是这个样啊 这个样 大家看一眼装备 第二队应该没啥好装备 啊 夹雪有个圆柱啊 夹雪吃双赞臂有个圆柱 好吧 好 再看我们第三队啊 第三队就是这个样 第三队的装备就要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了 先看一眼 太史词 名神 忍让 加逆琳 加彩踏 加这个变群的啊 有一个群熊的2加1 可以吃一个7%的属性加成 还不错 第二队 无双 拙劣 彩踏 没有 最后是我们曹老板了啊 首当其冲 金熊 精神 没了 OK吗 就这样 诚意满满的三队接受 今天就这样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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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